大家好 一個科學家最基本要有什麼呢 是好奇心 你要對平時人家不是很想理 不是很想知道的現象 是充滿探究精神 所以在這個意義之下 所謂的科學家就是八婆 什麼八婆啊 你那些親戚中總有一位 新年你去他家拜年 他一開門第一句 整年沒見你為什麼又胖了 你不要小看這個問題 因為就著究竟為什麼會胖了這個問題 物理學界就曾經爭吵了半世紀 說的不是你為什麼會胖了 而是物件為什麼會胖了 物件會冷縮熱脹 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現象 問題就是究竟為什麼熱就會脹呢 不過跟你胖了也是有關係的 因為當你看著肥仔不停吃的時候 你很自然就會想一下 這個肥仔一定是因為 會摘得太多的卡路里 所以他就這麼脹 於是當時對冷縮熱脹主流的解釋 就是熱質說caloric theory 既然肥仔吃了東西就會脹大 那物件預熱就會脹大 就是因為當你加熱一件物件的時候 那件物件就會吸收了一些東西 物理學家就把那些物質mata 改名叫做熱質caloric caloric是沒有重量的 但是它就是一種會自我排斥的流體 溫度temperature越高的東西 就有越多的caloric 而因為caloric會自我排斥的關係 所以越多的caloric那件物件就會被它撐開得越大 而自我排斥的這個特點 也解釋為何冷的東西和熱的東西放在一起 冷的東西會越來越熱 而熱的東西會越來越冷的呢 那就是因為caloric會自我排斥的關係 於是熱的東西那裡的caloric 就會因為排斥而擴散去冷的東西 結果一邊的caloric會少了 就會冷了 而另一邊相反的caloric多了就會熱了 而當時主流以外的另一個理論呢 就是分子運動理論 那時有一班物理學家認為沒有caloric的 之所以的temperature越高那件東西就會越大 是因為當你加熱一個物件的時候 其實是給它一個能量 energy 叫做熱heat 而當物件吸收越多的heat的時候 那就代表著物件裡面的粒子particles 平均來說是擁有更多的動能 kinetic energy 即是它們會震動rhybat得更厲害 也就是說它們的temperature越高 particles是rhybat得更厲害 自然就要多些位置 於是就會迫開周圍的particles 那舊東西只自然就會大舊了 那不需要caloric 也可以解釋到冷縮熱象 而且由於當一顆particlesrhybat得更厲害的時候 就會撞到其他的particles都rhybat了一份 所以這個rhybat就會傳開它 這個也解釋了 為什麼兩樣不同的temperature的東西放在一起的時候 熱的東西會冷了 而冷的東西會熱了 那就是因為熱 heat從熱的地方走去冷的地方 caloric theory認為加熱的過程 其實物件是得到一種物質mata 就是cal 而kinetic theory認為加熱的過程 其實是得到一種能量 energy 就是heat 那究竟particles之間是多了caloric 還是particles是多了 energy去震動rhybat呢 由於兩者其實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在這半世紀的大辯論期間 其實科學家證明不到誰對誰錯 一直就覺得兩個學雪其實都是對等的 打喔 等等 其實兩個學雪有一個很重大的分別 就是熱質雪caloric theory中的caloric 是不可以被創造出來的 即是說當有caloric傳進來的時候 周圍的caloric是必然會少了 而且用完就沒有了 在分子運動理論 kinetic theory裡面的熱 heat是一種energy 它可以由其他類型的energy轉化而成 理論上只要不斷從其他地方輸入一些energy的話 heat其實是可以不斷出現的 英國的物理學家Ramford就發現 其實摩擦力fiction是可以生液的 他曾經試過磨足兩粒幾粒 磨到水都被他煲滾了 按道理 如果是跟caloric有關的話 你磨得夠久 那些caloric一早就被你磨出來 但現在基本上是你不斷磨的話 它是可以源源不絕地令其他東西升溫的 這個源源不絕的東西 一定不會是物質mata 所以Ramford就否證了caloric theory 不過叫做主流學術 在科學家的心目中根深替故 哪有這麼容易認輸 當時科學家仍然覺得 Ramford的實驗 未夠證據去動搖到caloric theory 那要做些什麼才能動搖到? 計數吧 Ramford的實驗 啟發了另一個英國的物理學家 Joy Joe Joe不只發現heat 是可以由其他形式的energy轉化而成 他還很準確地量度得到 物件由高處墮下流失多少的energy 就會變成有多少的heat傳入水中 從而令到水的temperature上升到多少 於是Joy就確立了 kinetic theory才是一個比較準確的 theory 從而為這一場的大辯論畫上一個句號 今時今日我們知道導致物件升溫 是因為物件吸收了energy 叫做heat 而temperature上升的意思 就是代表著particles的平均動能 fh kinetic energy高了 也就是他們的vibration會比較厲害 為了紀念Joe 這個對能量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發現 Joe就成為了能量energy的單位 當我們今天要計算energy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這個energy 是等於多少個Joe 就這樣了